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一项在美国全国范围内使用堕胎合法化 而且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判决 在现在这个意见书 在目前美国几个共和党领导的州 已经通过了高度限制性的堕胎法 并且期待最高法院也能够做出这样的裁决 在现在这个网络媒体也说 从一位熟悉密西比州法院诉讼程序的人士 收到的意见草案的副本 长达98页 包括了31页的《州堕胎法》历史附录 而最高法院拒绝承认 它历史上最严重的判决泄露 而民主党人则强烈的谴责 参议员在竞选执行主任也说 如果这份报告属实 那么共和党对于堕胎批准 节育和妇女医疗保健的攻击 已经大大增加了2022年大选的风险 在现在呢 这一个罗素伟德法案 现在新闻当中 大家在关注 是否最高法院 在现在已经在大法官们私下表决 要推翻这一个具有里程碑的 一个历史性的法案 那么美国总统拜登就在今天早上 他也权衡了最高法院的 这个意见草案 那么一份书面声明中 拜登就是首先是提出了他的警告 对于要推翻的 罗素伟德法案方面的意见警告 好我们下边呢 再继续看美国的新闻 在股市方面 昨天我们说来了一个V字形 是高 然后跌下来又反弹 不过呢 今天在早盘的时候呢 企业的财报没有像预期的好 所以美国的股市开盘走势 是相当的分歧的这一个情形 在目前呢 我们可以说呢 还在等待观望当中 我们不能够讲 今天的股市 会是下跌或者是上涨 现在来说还太早 不过在今天一开始 美国的这个企业财报和原来的预期 不怎么好 不怎么一样 这个预期不佳 所以美国的股市早盘就开始已经下跌了 三大主要的这个指数都是霞幅震荡 在现在美国早盘呢 大家观望的情绪相当的浓厚 好 接着我们的新闻方面呢 也看到 就是美国总统拜登在今天前往阿拉巴马州 他要参观的是洛克西德马丁公司制造反战车标枪飞弹的工厂 也让这一款可以帮助乌克兰对抗俄罗斯入侵的武器 现在成为聚光灯的焦点 白宫发言人沙奇在昨天就说 总统拜登将会利用这一次访问来催促国会批准他所提议的 330亿美金援助乌克兰计划 其中还包括了超过20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洛克西德则说 位在阿拉巴马州的这个工厂雇佣了600名的员工 来协助制造五种飞弹 而这个工厂也是唯一一座标枪系统的最后组装厂 每年他可以生产2100枚的标枪飞弹 好 下边我们就要把新闻转到国际方面了 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是法国总统马克宏和俄罗斯总统普丁 在今天通话了 再度通话超过两个小时 在俄罗斯方面媒体则说 普丁在电话当中告诉马克宏 对和基辅对话还是持着开放态度 但是呢 显然他认为基辅方面并不认真看待和谈 今天两个人在巴黎时间接近中午的时候进行了通话 克里蒙林工说 普丁在电话中告诉马克宏 西方必须停止继续提供武器给乌克兰 他同时指控基辅没有认真的看待双方的和谈 好下边我们再看到的呢 这是德国 德国总理肖兹则在今天表示 有鉴于俄罗斯在乌克兰违反了国际法 没有人可以假设俄罗斯未来是不会攻击其他国家 肖兹并且说 如果芬兰和瑞典决定要加入NATO 德国将会展现支持 肖兹是在接待到访的瑞典总理和芬兰总理之后就在一项声明当中 他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打破了二战之后的秩序 也迫使欧洲要加强他的防御战略 接着呢我们再看到 谈到跟这个经济跟钱有关 意大利的总理德拉吉在今天呼吁欧盟要因应持续飙升的能源成本 并且表示应该调整为了应对COVID-19疫情大流行而部署的计划 以及应对乌克兰所带来的冲突的这一个影响 德拉吉是在斯特拉斯堡对欧洲议会发表谈话时说 仅仅依靠一个国家的国家预算 没有办法在不冒国内动荡风险的情况下 针对应该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所实施的制裁 提供所需的必要资金 意大利在2号公布了一项价值达到140亿欧元的新的此级计划 希望能够减轻能源价格飙升对经济所造成的冲击 此外呢意大利也由1月起编列的预算超过了150亿欧元了 另外呢在英国首相强生 今天则承诺要采取更多的措施 应对不断攀升的生活成本 这项议题在这个礼拜即将举行的地方选举 英国的地方选举啊 已经成为了焦点了 而强生也再次拒绝对能源巨拨施加一次性的暴利税 来抵消让各个家庭吃不消的飙升的账单 在反对党也持续的把焦点放在令人瞅目结舌的食物和能源价格飙涨 他说许多民众现在都在面临两难了 在现在英国的通货膨胀到了30年的新高 主要就是因为经济从疫情重创当中复苏 以及受到全球能源供应短缺的冲击 好下边我们看的是关于在健康医疗方面 世卫组织在今天说 目前已经有20个国家向他们通报了最少228宗可能的儿童不明病因的肝炎病例 世卫组织发言人在日内瓦说到5月1号 最少20个国家向世卫组织报告了相关的病例 那么大多数病例都是来自欧洲 但是在美洲还有西太平洋地区和东南亚也有病例出现 许多通报病例出现的是黄胆和肠胃道的症状 包括了腹痛腹泻还有呕吐在内 好在今天我们的五件新闻最后看一则回到我们美国了 就是搜寻引擎这个拒播啊 Google他宣布将会免费的向全美国的公司提供价值超过10万美元的技术培训 为多达500名的美国企业员工支付包括数据分析 数位行销等线上课程费用 Google和他的线上教育服务业者合力打造的职业认证这个计划 包括资讯科技IT支援还有专案管理电子商务和数位行销 单一专业课程每个月的学费是49块美金 完成学程需要的时间三到六个月 现在呢Google宣布了要免费的向全美国的公司要提供这个10万美元的技术培训 所以朋友们或许呢在你的工作服务的公司也同样的有这样子的服务 这样子的培训试的去申请 Google说美国超过7万人全球有2520多万人取得最少一张职业认证数位学成认证 而75%取得认证的这个使用者六个月内就找到新的工作 获得他们获得加薪 好消息哦获得加薪哦 好的朋友们这就是带给大家今天我们的五件新闻 谢谢朋友们的收听 胡美剑为您编辑播报 下边呢12点半 我们将会有石花弄草 于夕阳老师和明明带给大家 别错过了 一定要一块收听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